现在美容院越开越多,项目也是五花八门,但是您听说过生殖美疗吗? 浙江一屋的林女士就尝试了一个生殖项目,结果让她很痛苦。 今年三月,一屋的林女士在朋友的介绍下来到当地一家美容店做生殖美疗项目, 主要是使用一个机器用蒸馏水清洗女性隐私部位。 店方当时告诉林女士,通过这个项目,她脸上的皮肤会变好。 李女士说,一次清洗大概半个小时左右,一共是4660元。 最后一次清洗完之后,店方说要帮她清洗宫颈上的囊肿,说以后宫颈会光滑缩紧。 连续几天的疼痛之后,林女士在医院检查确诊,得知她的疏卵管和卵巢已经激浓,发炎得很厉害。 最后经过手术,林女士的双侧疏卵管和左侧部分卵巢被切除。 今年6月份,林女士向义乌有关部门举报了这家美容店,但就在几天前,她得知,这家美容店仍在进行同样的美疗项目,而店方负责人却是这样的解释。 那么升职美疗项目是否属于医疗范畴呢?做升职美疗项目是否需要相关的医师资格证呢? 那么对于这样的美容项目,有关部门是如何处理的呢? 现在还在说恐惧,这件事情呢就是我们美国业生们,这件事情呢就是还在说相恢处。